在音乐史上,亨德尔最著名的代表作是轻唱句弥赛亚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听这首著名的弥赛亚 什么是弥赛亚呢?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圣经里面的词语,和希腊词语基督是一个意思 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 据说上帝耶和华在那一年里面用圣灵高立耶稣 当时耶稣成了基督,就是受高的救主 他就是弥赛亚 因此这部弥赛亚大型的轻唱句 讲的就是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有关的故事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轻唱句呢? 轻唱句也叫做神句,就讲的是圣经里面的故事 所以叫神句 它是一种大型的声乐套曲 介于歌剧和康塔塔之间 有很多个乐章组成,由管弦乐队来伴奏 轻唱句呢,有一定的戏剧情节 它里面有多种的声乐曲 有独唱、重唱、男高音、女高音、男低音 还有合唱等等各种声乐曲的类型组成 里面呢,还有管弦乐队演奏的部分 这个轻唱句里面包括永叹调、宣旭调 这跟歌剧很像 此外呢,还有重唱、合唱 相比之下呢,这个轻唱句呢 在内容上比康塔塔要更加的复杂 而且有连贯性 也就是说,相比康塔塔 轻唱句的内容是有情节的 但是呢,轻唱句和歌剧又是不同的 歌剧呢,有布景服装和动作 而轻唱句呢,就没有这些 轻唱句主要是在音乐会上演出的 歌剧呢,是表演一个故事 而轻唱句呢,是讲述一个故事 大部分轻唱句作品呢 都是以表演基督教为主要内容 弥赛亚的歌词全部节选自圣经 比如说,有以赛亚书、诗篇 四大福音书、保罗书信和启示录 选自这些诗篇 全曲呢,分为三个部分 一开始有一个交响乐队演奏的序曲 跟歌剧一样,有一个序曲 接下来呢,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一共有21首曲子 每一个部分里面呢,都包含重唱、合唱、赌唱 乐队演奏的部分交叉进行 为了更合理的完美的讲述它的故事 第一部分呢,讲述耶稣降临的预言和它的诞生 第二部分呢,包含23曲 是里面最主要的部分 是这个清唱剧的主体,讲述的是救赎的信息 和耶稣为全人类的牺牲 也就是耶稣降临之后 它的故事和它的一些事迹 赞颂它的事迹 第三部分呢,一共有13首 讲的是耶稣的复活和最终的审判 亨德尔的音乐我们在之前讲到过 它的旋律是非常的直接简朴流畅 而且呢,它的乐队写作非常的气势雄伟 还有它的音响是非常灿烂明亮 它是一个阿波罗一样的人物 还有呢,它的歌剧写作的功底 让它的清唱剧里面的人物情节都非常的生动 栩栩如生 它里面呢,有永叹调和宣戏调 它的永叹调呢,里面每个人物都各自有它的性格 性格更加多样化 宣戏调的音调呢,也不完全像讲话那样 它可能更加的旋律化 而且呢,加强了序曲、奸奏曲和契约伴奏之间的那种造型性 就每个部分都更加的讲究 让你印象深刻 此外呢,它里面的合唱呢 也不完全是副调音乐 亨德尔是个引领潮流的人物 那个时候巴赫那种副调音乐其实已经衰落了 大家开始更倾向于主调音乐 那它就是一个主调音乐的代表人物 它在合唱里面用了很多的主调化的写法 让它听起来整齐滑衣,震撼人心 此外呢,它也把副调的写作融合到主调音乐里面 又形成一种主调化的副调肢体 于是呢,就提高了合唱在清唱剧里面的作用 如今呢,弥赛亚里面有很多首合唱都已经深入明星 在世界各地演唱在所有的圣诞节上面演出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哈里路亚大合唱 那此外呢,比较著名的有 应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还有最后的被宰杀的羔羊是佩以权柄和阿门 最著名的就是哈里路亚 它里面唱道 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歌词来自启示录 是对耶稣的赞颂 这个哈里路亚大合唱 应该算是亨德尔流传最广的作品了 大家一高兴都会哈里路亚 手法非常的简单 它是主调的写法 这主题只有四个音 哒哒哒哒 然后它的发展手法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魔镜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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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就是用这种魔镜逐渐上行 或者逐渐下行的方法 一开始呢,先在高音区 让音响像阳光灿烂喷勃 之后呢,开始转入了中音区 加入了很多叙述的内容 以男女声分成声部来对唱和轮唱 像旋转楼梯那样 用这种方式来旋转发展 最后呢,音乐的结尾将它放慢 我想如果巴赫给我们展示了对卫法的丰富和深奥 亨德尔就向大家展示了简单的手法 照样可以眷用 我觉得这种简洁的主题 以及主题的各种旋转方法 对后来的贝多芬产生了巨大影响 听这样一个大合唱 我就想起了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我觉得这首哈利路亚的合唱 就像一束光照进我们的生命 可以把宗教音乐写得如此灿烂生动 生命的热情呼之欲出 我想这才是亨德尔长盛不衰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段比较著名的是 应有一个婴孩为我们单身 是一段合唱 在第一部分的第十二首 当然最感人的是 里面第三部分的被宰杀的羔羊 是佩德全病 也就是全曲的最后一首 他唱到 被杀的羔羊是佩德全病 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赞颂的 但愿赞颂贵荣耀权势 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这两首最后的合唱 充满了速度和情绪的对比 那些深情的吟唱 围绕在灿烂如烈日一样的合唱里面 让音乐有了一种深刻的渴望 弥赛亚是亨德尔在他处境非常艰难的时期 写的一个作品 他通过这样一部清唱曲 又到达了自己事业的另一座高峰 亨德尔刚刚来到英国 他那种才华 让低迷的英国音乐界狠狠地震撼了一把 他当时是受到所有贵族王室的喜爱 女王也非常地宠爱他 然后他在宫廷里供职 赚很多的钱 写了大量的宫廷音乐和意大利式歌曲 就是水上音乐 皇家焰火音乐 都是宫廷音乐 那此外他写的更多的是意大利式的歌曲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意大利式的歌曲 唱的是意大利语 然后讲的都是帝王将相的 贵族的故事 所以呢 底层的民众并不喜欢看 而且这些故事也比较僵硬乏味 千篇一律 后来呢 在伦敦上演了一部非常著名的歌曲 叫做乞丐歌曲 讲的是老百姓的故事 所以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于是呢 亨德尔那种讲帝王将相的 深邃高雅的故事呢 就没有人看了 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打击 他经营的歌剧院也倒闭了 后来呢 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低落 他生病 中风 瘫痪 但是呢 他是一个非常顽强的人 身体也非常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 他又康复了 有一天呢 他收到了他的好朋友 詹南斯寄来的 一个神剧的剧本 叫扫罗 弥赛亚和伯萨萨王 他研究了这些剧本之后 为他深深的感动了 并且呢 受到了里面宗教感的净化 于是呢 他再次提笔创作 从1741年开始 他开始写作清唱剧弥赛亚 据说呢 他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 很快的时间里面 就写完了这部剧作 那么长大的一部作品 我觉得他不仅是在 弥赛亚这个神剧 这样一个宗教故事里面 找到了事业转型的道路 更多的是宗教 在此拯救了他 接下来 我们就给大家听里面 最著名的那首 哈里路亚 哈里路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